萝卜糕煎到金黄酥脆 象征好彩头 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 直击店家忙赶工 拿着菜刀快速削萝卜皮 削好的白萝卜刨成丝 准备倒进锅子焖煮 双手都没停过 最古法的做法就是 一定要米做 再来米磨成米浆 放进脱水机 冷却后和萝卜高汤结合 这一锅萝卜糕可以做成25份 一天能做30锅 工时大约15小时以上 隐藏手工内行人订货 单日最高可以卖超过千份 象征红玉当头一路发的红豆糕 订单量比去年多三成 比起往年都成长三四倍这样 三个月前就开始订 然后再十天后就结单了 原本还有无人贩卖机销售 但实在忙不过来 一月会暂时关闭 到春节后 蛮常过来的 跟老板觉得可能就是有赖 然后可以直接联系这样子 不一定过年 爸爸喜欢吃萝卜糕 年节销量大 就连早餐店也推萝卜糕 抢市场 早餐点的到现在也推升级版卖 有樱花虾和腊肉高粱口味 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超过 一万条以上销量 市场早餐店纯手工都有 靠创意和口味吸引消费者 三一选林依泽张 启云台北 财富莫道